来到普吉岛的歌喉岛 如果要经过这样的山洞的话 一定得记得赶快逃平 不然很容易地撞到脸 山体最近离脸部只有五公分 普吉岛逼完的歌喉岛 得靠泛舟才能探索 中路石洞里的秘境 更大胆想到海底漫步 珊瑚岛可以满足你 戴上洋青帽沉到海底最深处 近距离看卡通里的泥墨 感受被鱼群层层包围 比新拍照不会游泳也不怕 甚至不会脱装 如今跳岛完已经不够潮 最夯的是到移动式小岛 全球第一个漂浮海上俱乐部 360度享受海景 无边际泳池音乐派对 欣赏落日 不过如果要看攀崖湾景色 首选天空步道 整个攀崖湾的景色 全部都能够尽收眼底 这里是泰国最高的天空步道 才刚开放半年 是铺鸡道最新景点之一 也是泰国最长玻璃天空步道 全长180公尺 离地高度80公尺 直接透视脚下 而到了夜晚可不止逛夜市 花车游行到一半 邀请游客加入一起狂欢 号称全球最浮夸 野间乐园梦幻加年华 创下九项金市世界纪录 向世界最大LED灯雕塑 最常游行花车 超级梦幻 不管是亲子或是度蜜月 都是最佳旅游首选 记者李清 张婷玉 泰国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中视频道